很多的像外國朋友他們都願意買票 就是為了要看我們的武俠片 所以知道有沒有想過說要把武俠電影 或者是其他的武俠片 就是你以後的製作帶到好萊塢去 這個是每個人都想的 但是帶不是你拿這個皮包就能帶 這個問題是說你拍完那個戲 人家持續砍城 就是人家喜歡你才能去砍城 你自己帶過去砍城是沒人管你的 你可以帶過去但沒人放 所以問題就是說等於這個戲能去到砍城 現在也把就是美國最大的一個發行公司 也是最會做外語片的發行公司 已經拿了這個戲的發行權 所以今年年底這個戲就會在歐美的地方上 當然當然我們希望那個反應會很好 因為其實畢竟外國人看電影跟我們看電影 還不是口味一模一樣 那我們再請朋友問問題 第二位 好 我們 我看到後面那位男士 好嗎 好來 你好 請問一下你覺得哪個是最挑戰性的角色 你是要問曾子丹 你說武俠裡面的 還是說他有那麼多電影 聽不懂你這個問題太空泛了 你是說他過去的一些決策呢還是 你說過去的決策是嗎 當然我覺得武俠在我演藝的生涯 是難度最高的一個表現 也是我比較滿意的一個目前為止 我認為我表現的最好的一個角色 因為其實真的很困難 你們現在這個Q&A是還沒看片 因為看了片都不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問題是說這樣很困難的你們的Q&A 是我們剛才有暗示他們不要問這樣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覺得是他緊張 而且他的目的是要拿到我們那個海報 哈哈哈哈 那我們看下一個問題會不會問的比較好 OK好 前面的這位女同學好了 啊對就是你 她有寫下來哦 請問陳柯勳導演跟曾子丹先生的合作中 你最喜歡對方的哪一點 她最不喜歡的 最喜歡的最不喜歡 嗯 他不喜歡 我最喜歡他的堅持 他是就是不做到最後那一秒 他都不會接受不會放棄 那個堅持 我覺得那個精神 那個追求完美的精神 是我覺得在這個行業裡面 每一個就是認真的工作者 都應該有的 而且男人還是在這種工作的狀態裡面 是最有唯一的 嗯 那麼 最不喜歡啊 嗯 還是他的 最不喜歡 哈哈哈哈 就是他有時候會 會發自己脾氣 然後就是不停的在罵 但是罵的時候 罵自己 對 反正他拍戲的時候呢 因為我覺得他有一點像小孩 所以真的是 但是問題是說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通常都用著好像現在一樣 那變成他在罵的時候就整條村都聽到了 哈哈哈哈 你認同嗎 哈哈哈哈 哇 嗯 啊 可能我的聲音很大 罵人的時候聽不見其他人講話 哈哈哈哈 那我 我說如果我心想陳導喜歡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頭腦很清醒的一個電影人 因為跟我合作的 我跟很多導演不同的導演 導演合作過 很多導演都有他獨特的一個導演的才華嘛 那陳導也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欣賞他有一個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你作為一個藝術家你會拍一些 一些比得早度的東西 往往可能會忘記了其他人可能大眾的想法 但是陳導他很清醒 他除了從他的作品他要告訴大家的新東西 他的故事內容 他還要很清楚的要考慮到觀眾究竟的想法什麼樣 這個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難做的 作為一個藝術家你肯定是很主觀的嘛 很難用很客觀的一個態度來對待自己的作品 所以他那一點是讓我非常的敬佩 那他我不喜歡的地方 因為我跟他不太熟了 你要問吳俊儒 吳俊儒 你問吳俊儒才知道他私底下的生活有什麼缺點 下一次我 因為在平常你們有提真詞嗎 比如說可能子丹哥很堅持 然後到底覺得OK了不要太為難自己 有沒有這樣的正直 沒有 真的 因為這部戲其實他扛了很大的一個導演的責任 因為打的都是他拍的 而他也拍的完全是跟整個文系的格局 跟那個風格配合的不得了 那我覺得他是我合作過最能明白這個戲的 跟瞭解導演的心目中的風格的一個動作導演 所以變成他拍的時候基本上他的鏡頭都在延續整個戲的風格 就基本上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的矛盾 在中間也不會有任何的意見不一樣 OK 我覺得不會起爭執 因為他都是在罵自己 哈哈哈哈 怪自己對不對 對 我不好 我不好 哈哈哈 OK 還有誰要問問題嗎 嗯 後面會問這位格子的男生 對 戴影機的那位 對 就是你 鄭子丹先生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武打巨星了 但是在你心中 之前的武打巨星有什麼看法 你跟自己也可以超過他們嗎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 因為演員也好 今天我們不用說 不用所謂的武打明星來對比 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就好像你吃飯 你吃不同的東西 你可能不能說這個東西 可能比那個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 我當然希望我做到我自己的最好了 其實我每一個電影都希望能夠有新的突破 比以前更好 這一次呢 這個子丹哥在電影當中 有跟王宇合作 他也算是武打的前輩 可不可以談談跟王宇的合作 王大哥 我小時候就看 我應該是第一部電影 我爸爸帶我去看電影 就是王大哥的電影 獨臂刀嘛 印象很深 我還有一個照片 我拿著一把武刀去扮演 獨臂刀 獨臂刀的造型 在這個電影圈也拍了很多年 跟很多前輩也合作過 比如說成龍兩次 李連傑兩次 洪金堡也兩次 王宇作為他們前輩的前輩 應該是吧 因為中規年紀也差不多 他也差不多七十 那作為跟他合作 首先很新鮮 因為沒拍過 第二就是好像一個圓夢 一個情意節 就是能夠跟他合作了 終於 所以也拍得非常的開心 而且老師講 我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哇 我看到王宇大哥出場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可怕 因為他是電影當中 一個大男拍 他一出場 那個磁場 他不用說話 你看他的造型 你就會覺得很可怕 你不要說太多 因為他們都很沒有看 所以等一下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電影的結尾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安排 我現在不要說太多 但是你要記得王宇大哥是奴壁刀王 所以等你看電影就知道 夠了 巧妙地方再慢慢露線 夠了 我們最後一題 讓給這位女生 這值得 請看特產生導演 導演 請允許我訪問幾個問題 幾個 唉唷 我會講你 哈哈哈哈